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挂脸你自己知不知道 这个这个问题其实 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人提 但是我可能当时没怎么在意 因为有的人会说你怎么一天到晚都面摊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可能自己没有意识 我我我可能在想其他事情的时候 但是我的表情可能不是特别的阳光 只是放空而已就没有表情而已 对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像迪迪这样的情绪 我有什么情绪我就表达出来什么情绪 这是一个很简单和直接的方式 他没有要刻意演什么 或者是藏什么 对对我就是这个情绪 我发现这种接触起来会简单 对对 嗯嗯嗯是很真正 你一定见到了还是挺可爱的 不好意思 我还不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你每一段恋情你都这样尽全力吗 呃 是这样因为以前我觉得 就我我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做的不好 但现在我其实我在回想 我在回看这些往事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我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对 包括对大家有一些情绪 可能不是特别礼貌 或者是对西西可能有的时候用力过猛 也没有太感受到她的感受 那么这次我要把这个要做好 然后我想把更多我能想到的更好的地方 都能带给我现在最喜欢的那个人 我有这样一种想法 我感觉是一种付出型的感觉 嗯成熟的 你现在有放下细细吗 迪迪你现在有放下细细吗 啊啊啊 嗯嗯 其实出来以后大家也都 也长剧嘛 然后大家也会经常聊 嗯 呃我其实很感激大家 也很感激细细 因为大家给了我一段这么难忘 这么特别的一段回忆 嗯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体验到了很多 迪迪不要太官方说实话 对对对对 你把这些官方都说完 我只想提后面的 如果有一天熙熙回来找你的话 你还愿意再 啊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啊有可能 就是没放下 这我课的cp啊 最后一起给我喂了一嘴玻璃杂子 啊